成立投資的 我個人是1982年 從交大管科研究所畢業 我84年 復環兵役 兩年的兵役 出來進了中華開發 成立投資部 其實現在你看到的 連電台 紅機 紅海 這些企業都是我們當年 在中華開發投資的 但是各位可能不知道 在當年的時候,當你作為台灣第一家這種高科技的投資公司是沒有競爭者 所以他們公司這些公司都很賺錢 我每一個公司都是用10塊錢股票,都一毛錢都沒有價,就可以投資進去 那是當年的投資的黃金時代 當經過1989年整個台灣的錢淹角木之後 經過一個台灣的轉型之後 那台灣的資金就從一個資金不足的社會變成一個資金非常充裕的社會 所以這個型態改變 那今天我想,因為被中紀社的引見,認識蕭老師來學校,回到母系是特別高興的 這是第一次 那我看到三創精神,非常感想 因為待會我會介紹,我很年輕,我聽到什麼話 然後我正好就在做,我從這個大概八年前回到台灣 陪我父親,度過他人生最後的階段 那我很早就放棄美國籍,我決定我的退休應該回到台灣 我想回到台灣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我處於半退休狀態 那台灣被拉入福人社去做這些公益的醫療服務 認識了一位關渡醫院的精神科主任 他說他每年去拉拉山一次 去個兩三天,看兩三個部落,認識很多老人家 過去多年都是如此 他自己背著腰帶,然後拿一個小粉子給我看那些老人家的病例 很感動 但是我不禁問他一個問題 我說 你每年看完這些老人家,就和他說明年再見 很可惜 你沒有做持續性的治療 第二個是,請問在拉拉山你這些部落 會有不同的公益的醫師去嗎? Yes,一定會有 請問你們大家有沒有以老人家為中心 聯合照顧他,提供互相合作 假設每個月都有一個醫師上傘 其他醫師可以協助,又有各科的服務 會不會更好 他說,嗯,講得很理想 但是台灣法律上等等限制 系統也沒有這方面的系統 所以,我那時候正在想 要如何用互聯網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我沒想到,我們的老天安排給我是一件最難的工作 因為剛才各位都回答了 你三分鐘就可以去醫院 有人十分鐘就可以去醫院 在我的辦公樓底下有四家診所 在我住處的地方內湖,科技園園區 我一百公尺之內我可以長到三十家的診所 在這麼就醫可基因性的方便的狀態之下 有誰會需要遠距離? 有人會覺得需要嗎?在場的人 為什麼向老師會需要? 因為真的很久很難等 好 這是非常關鍵 為什麼老師都會 我在台大監管研究所 他們也都是老師局所 我來問一下 你知道看病什麼最貴嗎? 是健保最貴嗎? 時間最貴 那越忙的人時間就越值錢 他時間就越貴 所以你反一個方向來想 台灣因為健保太成功 但台灣的健保是其頭是平的 是百色巨堂 其實台灣的健保 台灣的醫療並沒有服務的精神 沒有服務業的精神 台灣的健保是醫病關係 醫病關係裡面常常是有上對下的 這樣的一個態勢 因為醫師是很珍貴的 社會地位非常高的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 待會我們看 這中間我們怎麼樣從一個假縫中來求生存 我個人很愛 回到台灣 我非常愛台灣的山 我每年固定會去找一座百願 打工去一起去它 我在山上去這個 這個 持有山 持有山 好 佳明湖 在佳明湖 我們看到一個 一棵樹在岩石上 長得非常奇特 在三千多公尺的高山上 我看到我的夫人說 我說我們要做遠距離 然後就像要在山上 在岩石上 長出一棵森樹 那麼困難 但是困難並不會阻止我們 因為困難有些是我的挑戰 OK 但是我今天就很想用 我自己一生中 都在做Venture Capital 協助很多的創業家 實現他們夢想 但是在我五十九歲的時候 我決定自己來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現在是一個 在創業途中的創業家 我沒有成功的經驗 但是我看過很多人成功 我看過很多人失敗 那我今天想用 這個醫生馬上看 互聯網醫療平台的案例 來解說 什麼叫做這個 山創精神 好 今天的簡報大綱 大致如下 裡面有四個主題 給大家報告 第一個 說明一下 什麼叫社會創新企業 可能很多人都已經有認識 因為我相信前面很多的講者 也有人會談到這樣的概念 第二個 我們來談一個生態系架構 因為生態系 今天洪海說 我坐電動車就做了一個生態系 那為什麼他說iPhone的 叫供應鏈不叫生態系 這中間的差別是什麼地方 各位有沒有想過 所以生態系不能亂喊 但是生態系不同等級的生態系 我們今天 我把自己的一些整體的心得 和各位分享 什麼叫生態系 第二個 叫數位轉型 有沒有同學 自願告訴我 什麼樣叫做數位轉型 企業的數位轉型 有沒有人 沒聽過數位轉型的 舉手一下 都聽過嗎 數位轉型 是一支大回想 其實每個人 從不同的角度 都看到不同的部分 摸到了不同的部分 但是缺少一個 在我自己做過很多搜尋 找到一個完整的說明 來做這個 什麼叫做數位轉型 今天我想用我們的模式 來說明什麼叫數位轉型 第三個 第四個 我在把我自己 在很年輕的時候 剛才有些東西還沒來的時候 我在高中的時候 就決定將來要做一個 創造自己的事業 所以我很認真 上課 老師和我講的話 在這裡面 經過了五十年的演化之後 當初老師和我講的三個字 演繹出我自己非常的認識 我想來介紹 創業成功的要組和企業家精神 所以在一個小時的時間之內 看四個主題其實已經很多了 最後我們留一些時間 和同學做交流 這中間 大家有任何的問題 我都歡迎大家隨時打算網 只要舉手就可以 大家可以就 一邊交流一邊討論 好 這是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 我自己出來工作之後 看到星雲法師講了一句話 他說 由利益中生來造福自己 以成就他人實現之我 其實這很像是社創企業 社創企業 社創企業 社創企業不是一個慈善事業 他是希望你能夠堅固獲利 能堅固這個社會公益 然後做一個永續性的服務 但是我覺得 星雲法師講得更好 在這個過程中間 你怎麼樣造福自己和實現自我 但他有先後順序 這很重要 其實他很符合三創精神 當我看到 教老師告訴我 這個論壇的最主要是講三創精神 我第一句想到的話 就是星雲法師當年講的話 剛初在我的書桌前面 是有寫下來的 那社創企業 我希望很快能夠講完 他的企業行陽的指標 叫SRY S stands for Social Social Return of Investment 就是我的社會投資報酬率 因為大多數的企業 都是用18% 我公司的營運表的底下 營利表的水益表底下的獲利 來當作我的投資報酬率的計算基礎 但是從社會的角度來說 今天如果是作為一個化工業 我有造成污染的話 我要評估這個污染 對社會造成的減損 所以如果在談SRY的時候 會把你的報酬率 你的營業報酬率 再減掉你對社會造成的社會產量 之後還算成你的社會報酬率 所以他追求的 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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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企業裡面能夠導入這種社會投資報酬率的衡量 所以今天蘋果要求我所有的供應鏈都要提出ESG報告 在你的ESG報告裡面包含台積電 他為什麼要把台灣95%的風電都買掉 因為他在使用能源的時候造成很多的汙染 他是台灣最大的使用能源者 他怎麼樣做碳統合?這是他考慮的 G的話是數位治理 Digital Governance 我想管科系、管科所的人都要討論什麼叫做數位治理 大家都很容易了解 但是S是什麼?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什麼? 大部分企業是不知道怎麼做的 我簡單來說 它分三個層次 第一個你要從員工做起 因為所有的員工在你這邊服務35年 40年退休之後 他所有的身體疾病 連社會成本 因為健保來說 人的90%的醫療成本 是在最後10年發生的 所以這些員工的身體不好 是社會所造成的 是企業所造成的一個結果 你是沒有責任 第二個就是他的家人 第三個是你所在的社會 所以整個的服務 S就是涉及到 從員工到員卷到整個社會 因為你這個企業的原因 所產生的一個影響 它有正面的 有負面的 那我要想辦法讓正面的 不要資不抵债 正面的能超過負面的 這就是社創企業 社會企業如果我們去Google 他會說 我們主要用這五個議題來做思考 第一個是我要解決了 什麼樣的社會問題 今天你要創業 我看到什麼機會 其實那個機會是代表 你要解決的一個社會 你要解決了一個問題 或一個pay point 或一個人們的需求 人們的需求未未滿足 它就是社會的問題 第二個 他要你思考的是 是利害關係人 因為大多數人 以前40年前創業 我們都在想 我的創業的時候 我的成本是多少 我的銷售價格 還能定定 所以我會有多少 verse margin 然後管銷成本 行銷成本之後 到最後我會有多少獲利 我不會管 我對這個社會 有多大的硬派 以前的投資評估 是包含這 不包含利害關係人 最厲害的關係人 就是你的員工 幫你工作 他的小孩 可能沒得到很好照 他的父母 沒得到很好照顧 你的公司有污染 不論是空氣或水 造成社會危害 所以現在要考慮的是 整個利害關係人 在你的創業裡面 對他們造成的影響 第三個就是 那我有什麼樣的解決方案 第四個說 那我有什麼樣獨特的價值 解決方案並不重要 我當初 我記得在1980年 我上管科研究所 第一堂課 第一堂課 就是管理學幹人 我學到的第一個觀念 就是說工具並不重要 因為工具或你的科技或你的產品 它會產生價值 是你擺在什麼市場 有什麼策略 所以今天 當同樣一個物品 擺在不同的市場 不同的策略的時候 它會產生不同的價值 所以很重要 你要對於說 你想要做的那一塊市場裡面 它獨特的Value Proposition 在什麼地方 我想各位在課堂上 應該都會尋到這些概念 最後就是 那我的商業模式 我怎麼樣來實現這個目標 那我就跟醫生馬上看 這個模式來套進來 和各位分享 說我們做一個社創模式 這五點 我怎麼樣來把它做一個 嘗試性的利益 另一個解決的社會問題 我們的初心 是因為我們在山上 去做了公益服務 了解到 臺灣 我在內湖 我的醫療那麼方便 我從來不知道 山上原來那麼幸福 但是其實 我看到臺灣的山上 我說臺灣其實做的冰冰 哇好很多耶 臺灣那個拉拉山 最遠的山區 都會有長庚 都會有不同的醫院 衛福護士 每個禮拜都派一輛車 大醫院有醫師 護理師 上山到每一個部落 幫他們巡診 那這一點 美國沒有做到 但臺灣花了很多錢 做這些事情 但是我自己為了做這些事情 我去選了一個最困難的地方 去司馬庫斯 去了三次 我問他們裡面的執行長 他們在做整個 也是一個社創企業 他們用合作式的模式 來經營觀光旅遊 所以他們的生活過得很好 但他們的問題就在於醫療 我問他們說 那請問 這個美洲馬街都派一部巡診車 來這邊半天看診 那剩下六天半你們怎麼辦 他們說 我們禱告 禱告 但是您知道嗎 為什麼我要把我的品牌叫做 醫生馬上看 因為我在90年初 我去美國的時候 小孩子都是三歲四歲的 自從年紀的時候 在美國看醫生很不方便 距離很遠 又很貴 所以我們都有家庭醫師的概念 沒有網路 我都打電話給醫生 所以小朋友只要有流鼻水 有咳嗽 就立刻打電話給醫生 和他討論 鼻水是什麼顏色呢 有沒有痰 有沒有溫度幾度 然後 受涼感冒初期 所以醫生會 傳真號碼告訴我 用他醫藥簽寫的一個 可能叫感冒來扶您的 我也不懂它是什麼 我覺得自己可以到附近的 大概 我最近的藥房裡 二十分鐘的車程 吸骨的時候 非常非常荒涼 就像四十多年前 我在科學園區 非常荒涼 我顯得滿滿的車 滿滿的人 在這種狀況之下 當小孩子只是初期感冒的時候 你只要感冒感冒 但是因為他只有五公斤 所以他是吃四分之一包的量 醫生會告訴你的量 他就可以治好了 但是你隔六天之後 他會從感冒變成器官炎 你要吃九天抗生素 要去三次衛生素 好 這就是為什麼醫生馬上看 概念很重要 說要解決沉香差距 就醫的困難 要改善老年生活的品質 因為我了解到台灣原來平均 每一個老年在這個 往生之前平均要住院 她臥床八年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數字 你最近沒看到 英國女王是一個多麼偉大的女性 她只臥床一天 在她九十六歲的年紀 只臥床一天 我們的偶像 就是要這麼優雅的老去 優雅的往生 但是這臥床的八年 所造成的問題是 她花費了你整個你醫生中 百分之九十的健保費用 是在這八年的十年發生的 我們有沒辦法減少這樣的一個數字 降低這方面的費用 第三個是 有兩百萬的海外台商旅客及留學生 需要醫療照顧 其實我到每個學校 學生都沒有 他們說他需要遠距醫療 我只問他說 如果你現在要到澳洲去留學 你會不會覺得遠距醫療對你有用 幾乎每個人都舉手 那我說如果你要去大陸遊玩 或越南遊玩 那每一個人保證舉手 沒有人想看越南醫生 沒有人想看大陸醫生 那我還有一個報告 在1990年第一次到紐約降落下來 我就上大學 我就帶了感冒 我去看了一個診所的醫生 拿了一個基本的感冒用 一百五十塊錢美金 三十二年前 就是這個費用 所以如果你今天可以透過遠距離 而且還可以講台語 找到台灣的醫生 應該很懂 那為台灣醫療產業創新幾何解放 台灣有非常優勢的力量 但是覺得很可惜 這個力量其實在健保的制約之下 為什麼在哪個治療了 因為健保肺炎拉在地上 所以台灣的醫生其實非常血汗 他們平均每個人比我們正常人少過 所以不要以為醫生成功很高 醫生很血汗 那我們怎麼來改變為台灣的醫療創新幾 所以這是我們的一個願景 那他的利害關係呢 待會我們會由於他們回來表示 他裡面有各種人 把它儘量列出來 解決的方案是 醫療企業數位轉型的Tonkey解決方案 台灣的醫院都在思想說 我要做智慧醫院 大家應該常聽到智慧醫院這詞 但智慧醫院是一個很遺憾的一個語詞 因為所有的醫院在做的事情都只往院內看 所以我說我要做智慧病房 我要打完機器前 我在院內檢查要AI 大家都沒想到其實數位轉型最重要是要往院外看 院外是藍海院內是紅海 但是他把所有的Investment都擺在院內 待會我們來介紹數位轉型的時候 我就知道為什麼要往院外看 那我們的這個獨特的價值是什麼 是一個生態系架構 生態系架構 待會我們來解釋什麼 叫生態系架構 衍生的共創功利共農的社會價值 我常常去和醫院的人探討 他的所有的醫院 第一個會反對要做園區 然後用武器房的人 各位有人猜得出來是哪一個部門 一定是資訊部門 這邊有沒有學資訊嗎 因為資訊對醫院來說 資安、資安、資安是絕對的最重要的事情 他們金幣青年 全部封閉 不對嗎 但是我和他們講完之後 他們都覺得 我同意你的講法 為什麼 今天大家都採用IoT 各種手環、量測、裝置 你要面對20家廠商 你得簽20個合約 管20個API去串接這個資料 但是你透過我 我的平台來串接的話 這20家廠商都和我簽號來約 API都幫我串好了 我今天只要給一個API給你簽一個合約 你就完成 你這樣幫我管好就好了 你原來有20個API的入口 那是20個外網的接口 現在只有一個 外網的接口 你降低了95%的風險 各位講 我講的一個道理 他們都聽到 立刻就聽到 這樣就make sense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生態系的概念是很重要 它的價值 不是一個遠距離的平台 待會我們用更進一步來做說明 商業模式 商業模式 我們做的是B2H和B2B 也就是說 我不做B2C 各位可能對台灣的遠距離不理解 大多數的人 應該說每一個都在做B2C 因為他們都想做成大陸的平安好醫生 可能沒有聽過 B2C 像Folipeta也是B2C Uber UberEast都是B2C 這很簡單 所以大部分思考互聯網的時候 都考慮B2C 但是B2C的問題是 我認為醫療和轎車是不一樣的 和Uber是不一樣的 我們的同學有人說 我是醫療界的Uber 我就負責幫你把醫生和病人媒合了好 我做中心一串 五百十百個人錢 聽起來很簡單 事實上有的工程師 最聰明的工程師 都曾經給我做的建議過 但是 請問你叫車的時候 你會在乎是哪一個司機 是誰開車 我相信你不會在乎 他開什麼車來 你也不會太計較 請問你看病 你想看一個 你不熟悉 你不認識 你沒有信賴的 這樣的醫師嗎 其實是不可能 所以在這裡面 其實在醫療上 除非你是一個在中國大陸 或在美國這種 就醫很不方便的地方 他才會需要B2C 在台灣 我們認為B2C幾乎不存在 幾乎不存在 在COVID-19我要做確診 可以 但這輩子就用這一次 這是我們的模式 請大家稍微花一點眼睛 記一下 因為接下來談的事情 和這些都會有關係 我們的目標願景是 勞力比較大的願景 是全球華人保健醫療 照顧的名單分量 這是我們的目標願景 但待會我們來看 我們用什麼方法來做 首先我來談公益 因為我的初心是公益 我在2017年成立公司的時候 今天我太太有來做絕後面 為她說 我知道怎麼賺錢 我也有醫生的朋友 也有企業的朋友說 我願意來投資你 我說最好不要投資 如果你一定要投資 請投資一百萬 就是 就當作做公益 萬一失敗的話不要緊張 OK 那我們在做公益 從公益作為出發 但是我把公益設定為 既是初心也是策略 那我們成立了公益聯盟 來做這件事 那公益聯盟在做哪些事情 第一個是做公益服務 我們要結合醫療院所謂社會弱勢族群 提供智慧照顧醫療服務 那我們初期是以冤軍部落 偏遠社區 若是族群為主 但是我們主黨三去不農 因為越遠的地方 他的需求是 越強烈 可以看到我們取的名字是 願聚智慧之愛 遠方 但是 來自遠方 但是很聰明的愛 因為 各位可能知道 像我參加了福人社 我們去年 我們的整個區 數十加七十個社裡面 我們做的公益活動 是到尼泊爾做公益服務 去了六七十個人 去了三天 做了一些醫療服務 總花費將近三百萬 但是 這個問題是 你去做了三天 請問你下次再去是什麼時候 請問 這三百萬裡面 如果我只派三個醫師 五個醫師去 我只要花十五萬 一個人花三萬四萬就夠了 平均嘛 但是我把其他錢 留下來 都買了設備 買了心電圖機 買了超音波機 買了S光機 送給他們 所以他在尼泊爾山上 有一個 我在做國際會 是尼泊爾在山上的醫師 他來參加視訊會 我說 我很好奇 我說你現在可以做視訊 你有沒有網路 他說有 我們不要想尼泊爾 那麼落後 山上是有網路的 我說哇 那才棒 遠距離就完全可用 但是 他可能 他是一個嘉義科的醫師 他看完心電圖 他也看不太懂 但是那個心電圖 通過平台就可以找到 台灣工藝服務的心臟科醫師 給他一個會診 他就做了心臟科雜誤 他只要學會掃描 這個超音波 甘感腸胃科就可以了 那我們同樣的一筆預算 可不可以讓他用的 可以 現在大家最流行的字叫永續 永續 永續 但是我們做的事情 都還是漸漸漸漸漸 其實我有提出來說 為什麼我們不能考慮 用一個更永續更持續 然後更有價值的方法來做 但是 要拍照 很壯觀 而且很多人去 也是一個意義 因為大家想親自 把自己的愛心奉獻出去 但是我覺得 這中間應該找到一個平衡點 第二個是 怎麼做科技的整合 以偏向弱勢主權的工藝服務來驗證 今天我們整合了二三十樣的 台灣的IoT產品 那這些產品都是新創能死 你知道一個新創的 這個 新電圖機 要進一家醫院 你知道那個Sales Cycle多久 一年進不去 也許要兩年 還是運氣好才能進去 但是 他永遠沒有機會得到驗證 當你在有場域經過驗證之後 他會用公益服務 提供給這些醫院 因為每一家大型醫院 都要到身上去做公益服務 那是他們的 會服務給他們的KPI 他們就有機會體會到這些產品 他就會想 那我可不可以來做 拿回醫院或拿回居家醫療的病人 拿回社區醫療的病人來使用 所以我們提供的願景是這樣 第三個是 做成產業聯盟 極了台灣優質的 是會照顧和醫療機構 建立互利共盟的事 因為當大家 在一個互聯網平臺 做完了 Collection 做完了Collaboration 其實它是無約破階 但是怎麼樣 第一個動機 第一件事情 願意讓你把 這個人 設備 Data Device 這些 綜合在一起 這是很困難 其實我第一個客戶 是台北的振興醫院 他們是心臟科文 他們為什麼會用我們的東西 是因為在 在2020年 他們開始使用我們的東西 但從2018年 我是和醫院的公益服務的團隊合作 在宜蘭的南澳鄉 大銅鄉 去做公益服務 他們和心臟科 腎臟科 眼科 都做過各種會診 所以他們的結論是 這個系統是可以用的 所以當COVID-19來的時候 他們說 我們想做一個遠距離 那我們可以逃避這一家 所以 從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到 在這個公益服務 到最後我們的策略 是有一個顯著的效果 當然最後是國際發展 台灣有那麼好的醫療品質 其實我在和大陸人 在這些做互聯網醫療的人 才開始接觸 他們第一個問的問題 是 請問你 我今天和你連結在一起 上臺灣的醫師 可以在七十二小時之內 就回復這個病人嗎 我第一次聽到這句話 你會不會覺得很嚇人 我說 為什麼要七十二小時 因為我們這邊的醫生 如果他有開班表 他說今天 明天早上看怎樣 我在十二年之前就看到 他說 蛤 你們台灣那麼好 那麼棒 我說 那中國大陸是怎麼回事 他說 如果我們要找到 稍微好一點的醫生的話 我們做遠距離醫療 畫號 只做畫號 是要到運看診 他們只做畫號 這件事 你知道他平均要等待多久 醫生給他一個回復電話 是五天 一百二十小時 他對五天出來是三天 那我後來瞭解他 不是什麼樣的 因為原來 這個人想到上海的華山醫院 只能拿去我們相關的醫院 你要去看診 找這個醫生看診 他的行情是五百塊錢到一千塊錢人民幣的黃牛 就是你取的這個掛號 號碼是值五百塊到一千塊 所以都被黃牛轉走 那這些互聯網也要說 那我們來做線上朋友 把黃牛轉回線上 他就和醫生說 這五百塊錢 到時候 我把病人介紹給你 只要回電話給他 幫他安排一個看診的時間 那這樣子 四百塊歸你 一百塊歸我 所以他消滅了地面的黃牛 他自己扮演的線上 是一個很不錯的方法 這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方法 其實因為很多人會很願意用這個方法 不然他要找黃牛 到現場去找哪一個長得像黃牛 也很辛苦 好 我們來繼續談我們的公益 我們的公益服務 我們有一群目標的受眾 OK 那我們希望通過互聯網我們的平台 幫原來的目標 第一階段的目標說 山上有那麼多疫症的人 我們把這些疫症的醫師 都能夠連接起來 讓他去提供這些服務 還有好多 台灣有腎臟科學會 心臟科學會 也有幫忙學會 也可能幹病協會 我發現每一個醫師 都把人用一個器官在定義 我好不容易去山上 不是看一個幹 我好不容易去山上 只看一個行 那所有的資料 大家也不連接 不傳透 這真的是非常可惜的事 所以透過這樣一個系統 可以把以人為中心 把這些原來做公益服務的人 串起來 更重要的是 要把當地的醫療院所串起來 我自己去做公益服務的時候 我就發現一個 如果你自己背的藥到那邊 然後你是一個很有規模的團隊 每一次去了十個醫生 你看了兩百人 其實這兩百人 就不去他的衛生所了 因為他拿到藥來看完畢 他也不去當地的醫院 那你要知道 在山上的衛生所 他們的生意本來就很差了 在司馬庫斯山上的 一個馬接社的衛生所 他一天看不到十整 並不是這四千多個鄉民 不需要看著 是因為看病實在太麻煩了 不到萬不得已 絕不看病 但是如果你把他的工作替代一下 他的存在價值就繼續往下降 所以我們跟他談 是因為生態的概念 所有的利害關係 我們怎麼和當地的醫療院所或衛生所 做合作 而不是替代他 當你把他替代掉的時候 你又不能天天去那邊 當香檳需要的時候 說明衛生所被踩掉 那這個影響就是我們造成的 所以我們在思考 在做公益的事情的時候 也要想千萬不要好心做壞事 我們要從一個生態系的角度 去思考這些事情的影響 怎麼樣打入協同這些慈善基金的覆蓋 這些慈善基金大家都在做事情 但是台灣的慈善基金 我當初設下一個願意說 我要做一個透明的慈善基金 因為台灣的錢捐到慈善基金 Postmarklu就是 他每年給你一個很籠統的報告 其實你不知道你錢有什麼地方 那我們做一個互聯網醫療平臺 我今天捐了一個心電圖機 我今天到什麼村 量了什麼人 我會把個資遮掉 量了多少人 我早上量完 我們每一秒鐘量完一個人 在網路上的慈善都可以看到 都是real time 所以你所捐贈的這些錢 所買的設備 或是買的東西給了誰 全都是數位化 是可被追蹤的 那更重要是可被衡量的 所以怎麼樣去幫忙這些 慈善機構捐贈的錢 數位化透明化可以衡量化 如果各位對ESG的概念 有了解的話 就要了解 ESG強調是impact and change 所以說如果你今天將來去 各位到新竹科學院大國師做服務所 提供員工健檢 請問員工健檢有分數嗎 沒有分數 為什麼 因為我連續三年健檢 我的BMI持續升高 我的膽固醇持續升高 血糖持續升高 這個健檢只是告訴我變化而已 我沒有丟三年就沒有錢 那就沒有意義 所以整個數位醫療的服務就是 要讓所有你的照護服務 今天我們和這些企業的工作 也不是只提供他見解 見解是一個衡量結果的工具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間 你要提供健康管理 你要提供醫療照護服務 讓他的健康情況要改善 這才有分數 所以各位藉這個機會 讓大家了解到 說在這個數位化的平台 為什麼那麼重要 我們來看看 我們如果不想和這些當地的醫療院說 衝突的話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我們對自己的定位 現在變成這樣 第一個 我們下禮拜 要去南投總療鄉 去做服務 到社區裡面做服務 但是我們通常 譬如在心電圖機 心電圖機 眼底進做視網網邊邊 還有超音波及 然後進去之後 每個人家來量測之後 在我們平台做的紀錄 但這些量測的紀錄 我立刻會透過網路到雲端 找新電圖的AI 所以你兩碗立刻 雖然我沒有心臟科醫師陪我去 我立刻知道你心臟AI告訴我 有問題 有問題 有問題怎麼辦 我們最主要是去急找發現問題 發現完問題 接下來怎麼做 我們立刻找到 我們現場有醫生 但是也可以找 線上的心臟科或眼科醫生 做遠距衛生 來確定說 他真的有問題 真的有問題 我們給藥嗎 不給藥嗎 我們怎麼做 我們如果他是輕症 我們就把這個病患 把它導引到當地的衛生所 然後線上的眼科心臟科醫師說 我建議你應該給他什麼 所以這個民眾還是帶著健保卡 來這邊 讓這位診所裡面的醫師 完成了他照顧相應的工作 那這中間形成了一個相互的協同合作 他們很高興 原來你是幫我找到有需要的病人 而且主動幫他帶來給我 而且教導我 那怎麼看這個圖 怎麼樣給他做了治療 那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複利共亡 他們會覺得很歡迎 所以現在苗栗協會生局 南土協會生局說 我們都很想用這個模式來擴大推廣 這樣很有意義 因為你沒有衝擊到當地的衛生所 但是如果他是一個重症的心臟很嚴重的 我們把他引導到當地的有心臟科的醫院 看衛生局很重要 所以怎麼樣去把這個病人幫他掛號 直接引導到醫院做進一步的檢查和治療 所以我們把自己的定位變成是一個 我來幫你做智慧檢解 因為這些老人家 包含年輕人 第一次給他看眼底劑 做視網膜病變的時候 檢測的時候 每個人都好好奇 我這輩子沒做過這件事 那檢查完畢說 原來我視網膜已經壞了 我都不知道 我在南澳鄉一個部落的村長 他六十歲 比我還高比我還壯 他獵人 他說我沒有問題 有需要兩車心電圖 我們看看看 一兩車就控制他心電圖 有問題 然後掌聲心的醫師有去看診 就是有問題 請你去羅東的國安醫院 去做心臟超音訪 去做記憶部的現場深度檢測 他才知道 我們才了解 如果我們沒有做這個發現的話 他第一次去看心臟科醫師 是因為他昏倒被救護車帶去 那時候他身份可能上 非常危險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個 比較有智慧的方式 把自己的位置定義清楚 和當地的醫療資源 去做結合、協助 讓這些老人家們能夠得到 他平常檢測不到 其實我們問了問卷 他們最想知道什麼 他們說 他們希望做骨質疏鬆 用道理 因為所有的老人家 開著一個電動門移車 或者整個折管上的時候 他們知道骨質疏鬆 第一次的時候 都是因為摔斷了腿 他們才知道他的骨質疏鬆 但這件事情可以早在十年前 就先發現 演後他的 不要再七十歲才發生 在七十五歲、七十八歲才發生 那你會讓他整個愉快的時候 或者時間可以多延長 那我們在山上都利用這些 文化健康戰士、園民會所辦 裡面有很多基礎設施 我們把這些醫生擺進去 把這些服務擺進去 除了散開財 我們每年一度的健康檢查之外 我們在裡面擺這些血壓肌、血腸肌 像這種心臟病的政策 最新的病害物體 每天由這些造福員 幫他們老人家做量測 我們遠距間看有問題 就來關火 但是我們不再遠距往他治病 我們就把他連結當地的衛生署 和當地的醫院 帶他去看病 這是我們所希望做的 我們成為比較有智慧 有生態系概念的一種合作模式 台灣有全世界最嚴格的法律 各位 For your information 在台灣你產生了醫療、疾病 或疏失 你是會坐牢的 或是喪失職 在美國 你有醫療保險 所以病人要告你 天經地義 但是你不用管 繼續看著 保險公司會幫你處理 台灣的醫生 等於自己進法醫院 醫院還要檢討他 他還有可能失調、執照 甚至去坐牢 誰願意坐牢 第二 台灣有最保守的醫療機構 大家都是白社群團 第三 最便捷的胸衣服 各位都提到 畢是個最低價的健保 我相信全世界很少 台灣那麼便宜 最後 你要做病毒 是有最高昂的行銷成本 因為你要 要困難 這些不願意做遠距離療的人 叫他做遠距離療 對你有多大效用 其實效果是不好的 在那麼困難的狀態之下 要來做遠距離療 我常常自問 今天如果有人打醫生馬上看 你不失敗 你丟給我 我應該可以在三分鐘之內 看完第一 就告訴他 謝謝 暫時不用聯絡 因為真的太困難 那 這邊我想補充 報導一點 根據美國總計 遠距離療所產生的糾紛 遠比實際到遠的糾紛少 這一點可能超過大家的想像 但是這是數據 為什麼 你們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遠距離療 產生的糾紛 它問題 比實際到遠的少 很清楚的記憶 很清楚 很清楚的SOP 說那個數據 到底資訊 可以去追 是 其實有一個關鍵 當你有急重症的時候 其實你在遠距離療師 得到Rehospital consultation 急重症都到醫院去處理 所以 性命攸關所 發生 發生就分不在原來 當你是一個老病人 是慢性病人 是和醫生很熟悉 你會用 像我們在看正心醫院 他們和他這些心臟科 神內科 那些病人都是看過十年二十年 老太太 你一個多月沒回來醫院 不要每次有遠距離療 偶爾回來醫院 我親自給你診療一下 因為他發現 遠距離療好方便 他只是要拿個藥 或者只是有個小問題 在輕微 他有一輩子的心臟變得完 所以 反而在遠距 不會產生問題 所以 我們不用講 總結 很多醫生會說 現場那麼多 就分 遠距不是問題更多 其實遠距 必然對你的期待值很低 但他到了現場 他對你的要求很高 才會產生作用 最後是成功的關鍵 這些都是學術化 你要更有被需求的價值定位 可執行的商務模式 可引力的應用場景 有優勢的發展策略 高指行力的團隊 這都是 你所貪感 所以 那就不用再討論 那 我快速來講一下 國對市場的動作 OK 就台灣的B2C市場發展快樂 難以預測 這些取得成本高 我給各位一個概念 平安好醫師 中國第一個在香港上市 他的市值150億美金 他的3億個會員 請問你知道他今年賺錢嗎 他在過去12年 請問Uber有賺錢嗎 他現在剛剛開始 勉強賺錢 他們都在補貼補貼補貼 請問你會對Footpanda有忠誠度嗎 如果今天UberEat 給你一張Coupon 你立刻就轉換位置了 對不對 所以他們都在補貼補貼補貼 但這種補貼狀況之下 在做B2C 這不是一個好方法 我是一個新創企業 也沒有錢來補貼 那我們要更有智慧來做 做這些事情 給各位一個概念 UberEat 取得一位司機 一個駕駛駛 來登陸他 他還花過他的行銷三百 六十八美金 他取得一個客戶 他今天發酷胖給我 叫我去做Footpanda 給我一次都給我三百五百 他們的平均花了兩千大 兩千五百塊台幣 取得一個客戶 補貼 今天如果我要等到一百萬個病人 我們每個人要補貼 一萬個病人就好 一個人補貼兩千塊 我就要先花兩千萬名算 這對我們一個新創企業 都不合理 除非你的資本市場有很多錢 那小心診所的功能需求 我們一開始想說 先拜訪診所應該比較容易收明吧 診所醫師都很聰明 遠距離疗沒有LINE就好 因為診所都只有一個醫生 大部分就是院長 為什麼台大他在開放遠距離疗 沒有醫生願意把自己的LINE拿出來 他們那個電話 你知道嗎 因為我是在台大上班的 我們拿的薪水 為什麼要把我私人的LINE貢獻出來 所以診所都用LINE 他說 如果你真有視訊 我不需要 我用LINE最方便 所以你要說服診所 一個月付你兩千塊到三千塊台幣 他說 對以前我留下來去吃一餐飯 他說 不想好 第三個 醫學中心有充足的醫學資訊人員 採過陸生團路障礙很高 最後我們來討論一下 如果醫學中心他們 他們有100多個工程師 我們有9個工程師 我們能做到事 他們一定相信他們能做到 但他們不知道怎麼做 他如果今天要請你去做簡報 你是一個醫生馬上看的 銷售長或是林運長 你會去做醫學中心做簡報 把你的秘密告訴他嗎 最後我們來討論 這是一個不死的決策 那我告訴你們 那我告訴你們 我會 但是我希望各位 告訴我 如果會是為什麼的原因 不會又是為什麼的原因 最後我們來討論 但是 台灣有這個 一般的醫院 所謂一般的醫院 台灣有四百多家中小型醫院 其實他們日子過得很差 在過去十年 建防給這四百多家的醫院的錢 是減少的 他們的成本是增加的 所以很多中小型醫院 都最逐漸消失聰 那他們需要做數位小型去改變 他就有機會重新復活 所以我們看 這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但是教育它很困難 這個大健康服務產業 這就很多了 好多企業說 我來做睡眠醫療 我想做高階的幹細胞治療 那我要服務這些會員子 他們會不會需要一套更好的系統 更有資訊安全的系統 來做服務 會 我們看到 那這個市場是一個 比較容易去做的市場 其實它是一個B2B和B2H的市場 所以我們的做法就是說 大致上整個策略 一分鐘說完 用公益 服務整合智慧 或是生態夥伴 驗證平台 服務的可信性 才已經包括過了 第二個是以數位轉型的方案 和生態系的價值定位 來創造長期可累積的競爭優勢 就是當我去和醫院講的時候 我今天用生態系講 我可以降低你65%的CAPEX 和OPEX 就是我可以降低你的初次建制 和未來的營運成本 降低3分之2 大家聽完要想一下 那不錯 可以考慮 因為遠線我以為要一兩千萬才能做 我現在的願賣四五百萬就可以做 第二個是 我們以2H和2B的模式來創造營運送 上各位報告 我做一家正希音樂 他付我幾百萬 我取得他三百個醫師 五百個護理師 和七萬六千個幣 我沒有補貼一碼 而且我還賺了幾百萬 當初他們在做的時候 他所說 我們希望 做你這個APP 做遠距離 可以取代我們原先的APP 他有兩萬多個download 那麼多年了 希望你能夠替代他 我們先並行一段時間 如果你能替代他 更多download 我們就把他全部移到這邊 我們在去年五月上線的時候 第一個月到六月 就有三萬兩千人 立刻算 那就不用考慮立刻病 他說我們有七萬多個病人 現在已經七萬兩千個download 這台灣所有醫院做的APPdownload率 最好的 幾乎增進百分之百 那以 我是以台灣市場作為試鏈的場域 台灣太少了 我認為台灣真的會付費很高階的客戶 我們目標是幣為佔一百萬億 百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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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的客戶 但是 如果你從中國獎毒來說 千分之一就有一千四百萬億 那 所以當中國大陸這些大量的互聯網醫療運行 說我有三億個病人對我來說不重要 我們說千萬不要碰三億 我們先談三十萬 我們先談三十萬 OK就好 將來談三百萬 先談萬分之一 將來談千分之一 台灣全部只有五萬個醫師 沒辦法照顧得那麼多人 所以我們的醫師一定要去做高端的客戶 這是我們的一個定位 讓我們以跨國的街域模式作為過激發展 這邊可以和各位分享一下 各位可能知道 Uber來台灣 是做得不太順利 不太成功的 因為Uber在全世界各地都是用槍銅去壓地頭蛇 所以它在大陸被地底打敗 在中南美也被當地的地頭蛇打敗 在東南亞也被當地的地頭蛇打敗 但是DT的做法是 每個地方都和一地的Local King 他去做King Maker 然後去讓每一個和合作夥伴合作 所以其實你要在做互聯網 雖然網路可以無遠福建 但是什麼建立一個生態和作戀 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希望大家可以記得 生態系的合作概念 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醫療照護生態系 我先列出一些 這裡面基本上 你可以想像是 人機構裝備生殖儲局 其實這些機構它都是在獨立運行的 但是我們怎麼樣透過 服務流、資訊流、人流、物流、金流、馬達拉串在一起 這裡面有三個東西很值得可以來做這件事情 醫院的諮詢系統、腸障的諮詢系統和遠距醫療離台 這三個 為什麼是遠距醫療離台 這裡面有原因 如果最後有時間 歡迎提問 或者我來問大家 請大家告訴我 為什麼要用遠距醫療離台 而不是用醫院諮詢系統 它已經在醫院裡面了 為什麼它不應該長在自己身上 要架在一個外面的系統身上 才是合情合理 那我們這樣說了之後 就是用遠距醫療離台 醫療為中心 把醫病關係結合在一起 把以病人為中心 把相關的 這些 以平臺來承載 連結各種 智慧醫療的產品和服務 將於大生態系 這樣的大的生態系裡面 透過了生態夥伴的合作效率 降低交易成分 創造分潤創制 就像我剛才講的 醫院說 你要自己接20個AP 要簽20個合約 類似你們自己 還是還有簽一個 將來第21個 22個也不需要再簽約了 也不需要再做AP 自然會發生 資訊部門都覺得 這樣我減少好多工作 我減少好多成分 我們很願意 所以我們在做生態系 是由他的目標和價值的 OK 關鍵在這裡面 經由同業合作和異業結盟 提升彼此的競爭力 待會兒我會談到 數位轉型 數位轉型裡面 有五大策略最重要的觀念 就是Eco-Portment 再可能學過 波特的武力競爭力 所有的企業 在以前的思考都是 我如何把自己的 獨特的能力 和我內部的人 資本財 所有的資源 可以妥善的運用 創造出我的競爭力和優勢 在互聯網時代 這是不夠用的 你要創造的優勢 是我如何能夠 妥善的運用 外部的夥伴 外部的資源 來變成我的力量 再給我們實際的案例來說 那才是最重要的 數位轉型價值 在這個地方 我們先談概念 可以幫他達到 全面數位 會談新漢國際化發展 請問今天 想做一個睡眠醫療的服務商 最近阿哈無可做 他一看到我們 我說 哇 原來是這樣 原來我原來只做我的睡眠數據 其實這個人 他不會只有睡眠數據 他有居家兩色的血腰 血糖血腰 他有醫院兩色的S光 他有消耗運用CPMI 他有液血液料數據 如果我加入一個 平台這些數據 我都有 我不用自己開罰 所以 他這樣說 我加進來 我得到了好處 但是 當他有越來越來越多 今天有一個牙科加入 我們知道 現在比較先進的牙科 在做睡眠醫療嗎 因為 你如果睡不好 你半夜 會抹牙 所以牙科在做睡眠醫療 神經內科 在做睡眠醫療 當他加進來的時候 神經內科的病人 和醫生說 我現在多了一個工具 這個IoT 我可以來做更精準的睡眠醫療 以前你要到醫院 才睡一個晚上 要一萬塊錢 才能做一個睡眠醫療 你現在居家只要花三千塊錢 就可以做三天的睡眠醫療 而且不用去住院 醫生從裡面 就可以看到你三天的大數據 而不是一個晚上的數據 所以 藉由把場景 由醫院移到居家 藉由AID 可以降低成本 提升效率 拿到更精準的 醫療的數據 這是生態系裡面的優點 但是每一家醫院說 我不想加入到生態系 因為在生態系裡面 我加進去 我的病人會被其他的醫生搶走 你會不會有這個概念 診所的醫生說 這個我就覺得不能參加 我參加了 我就 我的病人如果叫他下載醫生 我的病人都被搶走了 因為他可以看到 原來有政行 有其他大醫院的名醫都在裡面 所以我們的做法是說 在我這個大生態系裡面 有很多醫院 有一千多個醫師 有很多藥局 有很多裝置都在這裡面 但是我可以幫你打造一個 屬於你自己的小生態 比如說我只需要找三十個醫師 我沒有了 心臟科 神類科 總流科 這個營養科 還有這個心理智商科 我只需要用一種手環 三種裝置 兩種AI 那我就選 在我的後台 他可以勾選我要什麼 然後 當這個APP 或這個Line官方帳 打出去是他醫院 很成熟的名字 他在裡面可以指定 他要用醫生指定 他用社會 其實他在大生態系裡面 經營自己的小生態 照顧好自己的醫院 好 大家就覺得安心 但是 他說 那我加入你有什麼好處 我說 我們在做台商 這些都自費客戶 我可以引導給你 我們有保險公司的客戶 我可以引導給你 我們這個企業 他們做員工的照顧 有自費的客戶 我可以引導給你 他說 在這部分 我可以開放一些醫生 到公平台上做服務 所以 他們既在公平台上做服務 也在自己的 專有的 小的 生態圈裡面做 把自己原來上正心說 我把自己七萬多的地方 照顧好 希望大家聽懂 生態系的概念 大生態小生態 保持每一家 每個機構 醫療機構的獨立性 和自主性 又能夠帶給外面的資源 對他創造大 額外的效果 這就是生態電力裡面的最大的優勢 所以可以想像一下 醫院他最需要的是什麼 我們告訴醫院說 我需要那麼多 你不是需要遠近醫療平台 你最需要是自費的客戶 從企業、保險、海外 這些自費的客戶 對醫學中間的人 告訴我 如果你可以帶自費客戶給我 這裏面 你可以帶給他很多IoT、AI產品和服務 像 衛院長說 我們做VIP客戶做會員制 就照你的模式 一個人收二十幾萬 我收一個一千人就兩億四 兩千人就四億 這個不需要 做外投資可以用大筆收入 他說這個投資很值得 就很好 我們沒有遠近醫療中心 我們不需要其他的服務夥伴 我說 你的遠近醫療中心 二十四小時都有護理師在接電話 請問他在越南的時候 需要派一個救護車送到胡志尼醫院 在最後決定派一個醫療專機送給台灣 你辦得到嗎? 他就說 那誰可以辦到 那誰可以辦到 在我們的戶外裡面 台灣最大的做國際醫療專機 做國際保險的緊急醫療救護 本來的UY就是要整理 所以只要打勾就好 合約我們按了錢 只要願意付費分門也有 這個合作管道就打空 那需要的服務 這個服務是需要 因為他們做到過重大的事情 這是生態性的好處 他原來做不了海外服務的 今天他有了UYA 他可以在全球 給他的客戶說 我提供你全球的醫療照物 而不是在台灣的醫療照物 他的價值提升 最後一個探基礎設施 阿里 比如說為什麼在阿里 你想做大陸客戶 大陸規定 所以民眾的數據 必須儲存在大陸 不能儲存在台灣 所以你將他送醫療數據檔 這邊其實是違規的 你做大陸的 就會被罰款 就會被取消 第二個是 他們對通訊是管制 所以你自己開放的APP 拿到大陸去 他一看不認得你 你這個服務在醫生檔上 看還連接到Google Cloud Google這個字 一出現那麼大陸 不用 你的視訊立刻就不通了 所以你必須根據說 我這個客人到北京出差的時候 我發現他的IP位置在北京 他的連結 我的視訊會議是在哪裡 那你的視訊就通了 醫院會說 原來要做國際醫療 還有這樣的事情 並不是在我的醫院 架設一套系統 就可以完成 所以 讓各位了解 生態系的重要性 從醫養服務商一樣 他需要的 你知道醫跟醫養服務商 他要取得一個醫生 取得一個醫院 都困難嗎 我這個現成的 我把他連結就有 他們倆都會一直顛倒過來 互為料理 對我們平台來說 刀切豆腐台裡面都過 創建互聯網生態的要素 這是我自己整理的 請大家參考 也可以點點 1.造圈者 造圈者 造圈者具備什麼能力 1.負能 提供一個獨特價值的功能 我們先來想想 宏凱的電動車的生態系 他有沒有提供一個獨特的價值平台功能 其實沒有 他只是單獨和每一家公益商簽了合約 那每一家公益商中間有彼此 透過他來做合遵 其實沒有 除非他做一個平台說 我可以在這上面做測試連結整合 開發的一個平台 讓大家做互相的相容性測試 或效能測試 那就有 就把互聯網的感應帶進去 第二個是分潤 我們用阿里巴巴來做例子 他當年說 你們大家都不知道怎麼開網路商店 我提供一個免費的網路商店平台給大家用 他說 哦,好棒 第二個是 我這裡面 這個商商 前世間交給我 我幫你保管 然後交易保證獲到財富款 有退貨的保證可以退貨 他建立了一個分潤 和信賴的極致 從阿里巴巴就可以看到 這樣一個開網 但是 中基社 在前兩年禮拜六十週年慶祝的時候 請我們去這些 得過他獎學金的學生 去參加他的大會 那天是 石仲仁先生演講他的王道 我想像他專大於王道講座 他提出了一個王道的經營哲學 在這裡面 王道是一個很大的概念 其實他也是社創器 社創器延的概念 叫共創、共利 但是 在這裡面 我如果要把一個造圈者做得更好的 我認為要做到這裡 講讓利和讓位 先講讓位 今天我看到有人在攻擊 Amazon Amazon是一個很優秀的社會企業 但是 他現在 他做維他命做很多設備 他就是創造自由品牌 就像你們在Seven 看到了Seven 有他自己出的礦泉水 比較便宜 那其他的 他的供應商 會不會覺得很難過 因為我既依賴你的銷售渠道 但你又是我的競爭者 這是不是一個很王道的說法 這是值得考慮 但是要請各位想一想 我今天如果在這個王道哲學之下 我今天去做一個事業 將來如果各位有興趣參加大公司 要教你們說 我想做一個收尾企業 我想做一個王道企業 有哪些指標 是我們具體要做的 因為我還會看到有具體的指標 最後我們可以來討論這一點 怎麼樣 做所有的事情都不需要你落地 否則都只是概念 落地在企業的經營裡面 怎麼樣才是一個王道 其實讓利讓位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王道精神 他核心精神也是有順取的 我為人人 人人為我 所以你會看到 所有的企業 互聯網企業剛開始都是免費的 補貼的 用這種方法 我來幫助大家 但是當大家成功 這個生態系成功 我每天躺到那些半夜都 且會自能掉下 這叫做生態系的威力 比如說做產品 不如做平臺 做平臺 做生態 生態威力 這個地方 好 加快點數 數位轉型 核心思維 很大 在這個數位轉型的大排向中間 我們今天 這個醫院告訴我們 我們在做智慧醫院 在病房裡面擺了好多螢幕 所以醫生一進到這裡面 就看到所有你的量測數據 做生態系的健康狀況 很好 家人來看 哇 這個人好高科技 很好 這是數位轉型嗎 當然是 那 前醫院說 我投資五千萬來買一個達文西機器人 算不算數位轉型 當然也是 但是它的KPI 它的指標 我們 當然定位 這個數位轉型的指標 它就是什麼 其實它最重要的指標叫 Innovation 這是我的創新商業和服務模式 提升客戶體驗 提升效率 將提成本 剛才講的那個智慧病房 都在做這些事 其實它投資報酬率不高 但是 是怎麼樣創新商業和服務模式 有各位知道 第一個提出 創新商業模式 給大家上了一課 你是哪一家企業 叫Adobe 各位有用Photoshop嗎 因為以前都是買光碟片 所以微軟說 原來我也應該做數位轉型 所以你現在不用再買微軟的光碟片 就是Subscription Subscription這個概念 是Adobe當中最早發生出來 後來微軟隔了好多年才做這件事 他做完這件事之後 他的股價就一直上漲 他才做運服 他的股價就一直上漲 所以我們要知道KPI是行為 那他的核心精神是什麼 要掌握到核心精神 你才知道將來進退工具 其他的工具都必須在目標和核心精神的指導之下 來完成這個工作 就是Customer Center 以個別客戶為中心 藉由數位科技及大數據 充分了解客戶 精準化的服務 還提升客戶體驗 所以你戴著蘋果手錶 在遠距 用一個VIP 沒有希望戰動 獲得護理師看到 主動打電話來關懷你幫忙員錢的意思 就是我們預測客戶的需要 我們了解你的需要 可以提供主動式的服務 精準的服務 那銀行是不是也在做這件事 是 餐廳是不是也在做這件事 數位行銷 都在做這件事 醫療也需要做這件事 但具體的把它列出五個資金方案 第一個OMO 這點不用討論 大家應該怎麼知道 第二個是 Personalization 就是做精準的分析大數據 第三個 CRM 所有的銀行所有的餐廳 各行各業都在做CRM 只有一個行業不做CRM 叫醫療 醫療為什麼要做CRM 你需要來找我做好 我不想普通常理 所以醫院不會做管靠 規復不已 不准你做報告 也不准你做宣傳 也不准你做宣傳 但是我們怎麼樣可以 有麥克風聲音嗎 全面的數據收集和精準的客戶關係管理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概念 但是所有的醫院 在未來 當人口減少 醫師數不斷增加 醫不療身的時代 要管好你的客戶是很重要的 我常看醫院 要討論一個問題 台灣的醫院平均的 每年的報酬率13% 獲利率13% 那請問建法以前1.11塊錢 現在是1.19毛錢 10年之後分成8毛錢的時候 請問醫院會怎麼活下去 大部分醫院都一直看 在我這一刻還沒聞到這個問題 Eco-par 我剛才講到 同業結合同業合作 藉由第三方資源提升自己的服務能力及能量 我剛才講的 在越南那個服務ID 振興醫院 台大醫院 沒人家醫院做得到 你要找到第三方機構 你就可以和客戶說 你在全球 分分24小時進行電話 要抓救護車 要這樣陣進 要叫飛機 也非常煩惱 這提起來 很有價值 最後是 Collaboration Collaboration 不是我自己內部的一個服務 我今天 屏東基督教院說 在訪良那個老人家 我要派一個醫師去 一個多小時 派一個護理師 一個多小時 那我可不可以還是當地的診所合作 或可不可以還是當地的居戶所合作 這樣我可以免除掉一個多小時的車廠和交通費 減少一個半小時的碳主機 這都是營業價值的 而且創造了Local Partner 給他們大的一個生命 所以怎麼樣去做Collaboration 將來各位有機會到7月 我要做數位轉型的時候 我要做數位長的幕僚的時候 我們公司在做些什麼事情 請各位參考這個東西 我相信會有幫助 所以 但是你要落地方案嗎 你不能講說 我有策略 我要OMO 我要CIA 這還是策略而已 沒有執行 執行是 要以醫院或服務中心會平台 用平台串聯及管理 醫院內外的機構 人裝資產數據 然後 以各種服務場景 設計專屬的服務流程 今天我們剛才說 你是一個獨居老人 或者是一個 在護理自家 在場面平台上不能動的人 你的服務流程 和一個 VIP客戶的服務流程 一定不一樣 和一個 年輕的企業員工的服務流程 一定不一樣 他所需要的 支援的 VETA 所需要的支援的 相關人 也不一樣 所以 真正要去做好這個平台 要把這些都細化去完成做好 你才會有商模 所以說 商模 其實 比如說 我們做野區醫療平台 看得好厲害 這裡面有 視訊錄影 還有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 IoT AI支付都有 這些都是表現 真正最值錢的 我們平常當然不講 是後面的商務管理系統 就是 什麼客戶 分類分級 你是公益服務免費 你是VIP客戶 有專人 專職 24小時 照顧你的 那 怎麼分配 醫護團隊 怎麼收費 怎麼每一刻做服務管理 怎麼做各種收費模式 怎麼做各種數據管理 最棒 其實 到最後 尼奧有成功的商務模式 在後台 而不是在APP 也不是在醫療遠距視訊系統的平台上 好 快要結束了 這是我高中一年級 15歲的時候 我們一個剛從大學畢業的 谷文老師上課 他說 曾國藩說成功 有智、有事、有好 把他在企業 演算為願景目標 化成成立人 實習能力 但是經過將近五十年的消化 我個人把它做了一顆elaboration 這就涉及到企業家的一個精神 有智其實最容易 很多人都有智 孔子說 小人常立志 所以有智不困難 但是 要慎選目標 賦予意義才是困難 怎麼樣找到正確的目標 並且具有意義的目標 才是有價值 才是真正的智 有識 識裡面變化最大 第一個 知識 知識是我們現在學的波特武力 前人智慧 你要融會觀光 但是 出來社會 博士不見得比一個小學 像孟季小學畢業 郭台銘中國海專畢業 郭台銘現在是世界級的企業家 我當年投資她說 我沒想到她可以做到這麼回答 雖然我很看好她 但是 你的見識是 要見人未見洞察其心 各位有沒有想過 見識是怎麼來的 最後來討論 怎麼樣培養自己的見識和膽識 膽識要承擔風險 勇於決策 很有見識人不見得 願意承擔風險 能夠執行 所以在關鍵時刻 在戰爭的關鍵時刻 你要怎麼樣有見識有膽識 還有做十破天驚的一集 決戰最後是很重要的一個能力 那這個在學校和書館上學不到 Hung 其實我當年十五歲的時候 最在乎的故事是Hung 我覺得我的專程是Hung 我很願意十年墨益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 把它Ellaborate變成是一個 永續的紀律的 先講的疾病 所以Hung裡面要有疾病的能力 變則是不變 不變則是變 所以變是永恆的 在這裡面 Hung先是一件事 但是在你的堅持裡面 要有疾病這個能力 那這個是我在看過 那麼多成功失敗的創業的人 在他們在做關鍵決策的時候 為何成功 為何失敗 但是我們在Venture Capital的計劃 在美國的時候 我們常常有一個概念 說成功是偶然的 失敗是比較難的 所以成功很不容易 成功很不容易 大家如果今天 不論你是要做一個創業家 或是做一個輔助創業家 的重要幹部目標團隊 讓具備這些能力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有一個夢 最後我們來做教育 我自己先列了五個題目 給大家參考 第一個 技術農力是成功的最關鍵核心 這個畫裡面是有條件 這個畫裡面是有條件 有沒有人告訴我 它為什麼不是最重要的條件 如果是有技術 但是沒有找到 真正需要這一群人的地方 賣你的場面 賣的程序 沒有辦法去得到任何問題 正確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 我自己投資過上百家公司 沒有一家公司是技術開發失敗 20百 都是商業沒有成功 20百 偉大很多年前 我做WiFi晶片 第一代出來 第二代出來 規格大家都知道 就像土地大家都知道 但是常常做最好的技術人 不是最成功的 就像當年的 Macintosh Computer 比Microsoft好多了 但是Microsoft結合了Intel Wintel聯盟 的標準化 結合了台灣的代工製造 把當初Steve Jobs的Macintosh 徹底打敗 所以 最好的技術能力 是不是最核心的關鍵 不是喔 但是台積電 擁有五奈米、四奈米、三奈米 是不是它成功的關鍵 是很重要 但它是不是絕對的最重要 不是 其實它在這裡面 它所建立生態系 它所建立的客戶關係 它所做的市場定位、價值定位 它很善心做的區隔 才是最成功的關鍵 所以大家要知道 將來做很多事情 都是從技術出發 因為你要先做出一個Solution 這個Solution 你的定位很重要 但是你的策略更重要 所以很多在西谷裡面 最容易產生的問題就是 都是科技團隊作為LEAD 但是在有爭執的時候 他們和業務團隊 都會有很大的爭執 那如果是科技能力 就很危險 很危險 第二件事 這是我自己 在這次 在這次我自己 中醫生馬上看的感受 就是 互聯網師 新創事業 都是要 微快補碰 越快越好 今天 如果去談話 我的董事都告訴我 你們應該衝不衝不衝 免費 但是 我體會到一點 以前我認為 互聯網都是 微快活 但在做醫療的時候 我只要快運 因為 如果你面對的是一個 保守的客群 你的服務是一個 很複雜 很多 大家有很多 關心的一個服務 我今天去叫一個麥當勞 來做Fu Panda 我沒有關心 因為我知道 麥當勞 判保 這個大麥克 就長了個樣子 他非常一致化的產品 非常標準化的產品 我不擔心 所以 當你要坐這個 我要叫一個車 就一個車來吧 再去101大樓 我沒這麼好擔心 那這些快是最重要的 但是 醫療這件事情 太複雜了 所以 當你要改變民眾行為 這個行為 他的 民眾 內心會有很大的焦慮 和擔憂的時候 那這時候 不是靠補貼能夠成功的 你會不會因為我補接你兩百塊錢 你就去看一個 我介紹給你的醫生 不見得會嗎 尤其他是不知名的醫生 所以我今天遇到一個大企業 他說 你的競爭者說 他們可以提供一千五百個醫生給我們選擇 他說 你為什麼只提供15個醫生 各位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 他說當被我順復 為什麼我15個醫生 可以打敗他一千百個醫生 是大就是美嗎 我先告訴他 我說 你總共有四萬個人 四萬個人 你一天會看診的數目 百分之零點五 就是兩百整 你讓一千百個醫生 一個人分不到零點一醫診 沒有一個醫生想在你這邊問你 第二是 這一千五百個醫生 兩又不齊 臺灣沒有什麼太差的醫生 但還是有高低自便 我說 今天我給你15個 都是在醫學中心 工作二十年以上主任級的醫師 所以你的各科 你們都一個到兩個 你的員工不用選 他看到的一定是在網路上 他就看過 在新聞上 他就認識 他看到的是 這些大醫院 醫學中心出來的醫生 他不會有疑慮 或是 15個醫生 一天兩百整 一天可以 一個人可以分到十整 十二整 這些醫生覺得 和你合作 幫你做 你的特約醫生 我願意上來開一個辦公室 他才會願意為你服務 否則會裂臂驅逐臂 他們聽完了 立刻想接受 所以大不是美 跨不是畢生 因為今天在COVID-19來的時候 這次有兩百多萬人做了遠距看診 但是很多人就是為了確診 拿保險費 他一輩子可以用一次 他沒有醫療數據 沒有醫病關係 我們在座的是去做 醫院 你是犯一些病 他這個醫生有二十年的醫病關係 你每個禮拜會看一次 一年會刷一百次健保卡 那才是我的客戶 所以可以想 我們要做哪一群客戶 用什麼方法 而不是直覺地去思考 互聯盟就是要跨 我的董事也同意 在董事會上 我和他說明知道 他也同意 他就說 那跨不見的擁有 因為他們都是做電商的 電商就是要跨 第三個 這個是創業家沒有悲觀的權利 做一個領導者 都沒有悲觀的權利 一定要說 大家再堅忍一下 轉過關就到了 是不是 這所有的領導者 都會長得去往 創業很困難 永遠都在危機之中 如果創業者很擔憂的話 那底下人會更擔憂 但是創業者沒有悲觀的權利 有人告訴我 創業者應該用什麼樣的心態來做 會比較好 成功勝偶然 失敗是必然 所以 你要做的心態是 為師承先失敗 先想 我會怎麼敗 我會敗在什麼地方 因為你的資源是西藏 一定要思考這一件事 這是我個人的經歷 我看過 我曾經投資過一家公司 是我自己的經歷 我人生中最大的通訊是千萬美金 因為我們標準投資是三百萬美金 但是我所有的台灣上市公司 老闆所有的股東都說 這個都是他們個人要加碼的 但是在一片人人看好的過程中間 自行人 執行失誤 我個人的經歷 只是我個人很痛苦的經驗 因為那個失敗 對董事會真的不好交代 他的失敗是 他說 我們現在新發明的這個網路交換器 是多麼有效 多麼high performance Fortune 500公司 現在已經有 一百家公司在測試 我們情況一片美好 只要落地下來我們就贏了 這個聽起來很好 這個成熟 但是真實的狀況 是告訴你說 當你有一百個客戶在測試的時候 就一百個意見每天 就每天都有不同的bug 不同的經驗 不同的修改 要進來 所以第一人員就瘋了 就亂了 所以在你進到市場裡面的步調 做一個指揮者 怎麼樣能夠用更好的策略 比如說省時代時 你用兵什麼時候出 不兵什麼時候出 到兵什麼時候出 起地 要想清楚 當你覺得前市一輩大好 全部全軍衝鋒的時候 進去 發現 全部都還沒有做決定 很難做決定 這就是執行長沒有經驗 因為他做的這件事 很快的幾百萬美金燒掉了之後 因為他把他的人 從我們投資他的時候 十五人變成一百十人 他錢很快燒掉的時候 他說我還需要錢的時候 但大家說 那我還在聽你講故事嗎 所以這就是一個痛苦的經驗 做一個我經常在看的公司 如果今天去一個新船 我看到公司裝扮得很漂亮 這公司我大概就不投資了 因為他沒有把錢有限的資金 用在正確的事件上 如果去看他的財務部 發現他做的事商務場 那你也就不用再投資他了 因為他很重視個人的享受 他把他個人享受 還在公司的利益之前 有很多小的指標 是可以給大家參考的 所以像我們自己來出來開公司 我們的費用非常非常的低 也不會去吃很貴的 也不會去出差 也不會去做商務場 也不會去出不信級旅館 創業家精神是要有一個樣子 我們要一身作者 取信而鼓動 取信你的員工 這邊也沒問題 很多人 其實如果在每一個投資的公司裡面 都說 你們要設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很好 今天你能站在巨人肩膀上 就得了很好的房子 會省大很多的利益 但是如果我常常被訪問 那沒有巨人股膀 沒有巨人股膀 沒有巨人股膀 我自己現在在做的就是沒有巨人股膀 沒有巨人股膀 就是要做生態系的重要的想法 在這裡面 找個大巨人 會來願意幫我們整個平台談膠子 所以要做生態系 把這些新創期的都 每個人都需要一個 都需要一個服務來救他一把 提供一個生態宣 把他救在一起 大家團結力量大 共同區驗證 共同金融市場 這是一個例子 最後如何落實網道經營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如果在一個企業裡面 要做的網道經營 你們在哪一樣公司的規範裡面 最能呈現 最能呈現 網道經營 最能呈現 網道經營 沒有高等答案 我可以提出 自己想想想 有沒有人願意大膽提出來一看 我沒聽清楚 我沒聽清楚 谷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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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只公司 我說如果你自己在做一個企業 你在你公司的經營法則裡面 其實你要對待你的員工 你的供應商 你的客戶 你的競爭者 你的社會 你要對待不同的人 你要用什麼方法去呈現你的網道精神 可以永續經營 永續經營 永續經營 其實是企業經營的ABC 就是你必須做到的 那 來 讓利 什麼 讓利 我們聽清楚 讓利 讓利 好 這個 讓利是一個很難做到的精神 但是如果能做到 大分裏是一個很大精神 還有沒有 雙贏 雙贏 非常好 雙贏 雙贏 是一個 就像這個 世先生所說的 大家要共利 這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但是雙贏是一個概念 不是一個具體的做法 其實在這裡面的人 你看 你對待人 你對你的客戶好 是不是應該的 所以對客戶好 請他吃飯 招待他 招待他喝美酒吃美食 是應該的嘛 所以對客戶好很容易做到 是不是 對員工好 我們重要幹部 對他好 也很容易做到 對競爭者好 很難吧 但是很少人會期待你對競爭者好 但是大部分的企業 對於供應商 是最困難的 因為你在以上對象 是不是 客戶有 你的供應商都有求於你 我自己的感受 我自己看過很多公司的經驗 很多新創公司 大公司給這個小公司的應收賬款 你知道台灣的慣例是多少嗎 有沒有意思 台灣的慣例 如果今天最大的公司 電子公司等這些 他們給供應商的慣例 是120天到180天 也就是我是一個中小企業 我賣你一個產品 我要把人工物料 所有的全部準備好 然後我要四個月不吃 到六個月不吃不喝 再等待這筆錢回收 這一點 其實是針對 因為大部分的供應商 比較是中小企業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最簡單 所以每個企業說 你有沒有網道精神 你看 你對待工藝商的應收賬款 是給什麼條件 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很容易看到的案例 所以舉這個例子的目的 是讓大家了解到說 我今天要做一個網道精神 我要思考 我要在公司做網道精神的時候 就像我要做ESG永續長的時候 我要有人來列出一些目標和指標 讓我能夠去執行 然後是可被衡量的 而是有差異的話 我能夠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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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說 我有做網道 我有一個問題 你剛剛說 對於供應商的運收賬款 就是 運貨賬款 比如說 從60天到30天 那這個是對你的供應商好的 可是你的客戶不一定會對你好 你的客戶可能60天或是90天 那你這樣子的話 你自己會出問題 這是好問題 這是好問題 就是 當你有你的生存環境 你人生存下去 永續生存下去 就是必要條件 所謂網道精靈者 一定是 通常什麼人會講網道 就是 以大事小 以人 對不對 就是 當你是大的時候 還是小的時候 那 當你有能力的時候 你才會想到網道 因為 當你衣食不足的時候 你也很難網道 對不對 但是 你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大家 自己 心有餘力的時候 不要想 我們怎麼樣來做 網道 像 我看到像 LV整公司 他今天說 我今天開一個店 請大家來設計筆圖 台灣的 建設公司老闆 你們三家來筆圖 誰贏我給誰 但是 失敗 就是你投注三個月的努力 歸零 你自己的事 你知道 這個 谷歌蘋果 或是LV 是怎麼做的嗎 我請你三家來筆圖 我都給你一個基本費用 Cover你的三個月的成本 所以 輸家不會虧錢 你才能永續 贏家得到的標 這就是 照我來看 這就是網道 我們看到 有很多好的優質企業 他們確實在執行網道 這些網道 他們沒想知道是網道 但是 他們 就像谷歌說 Don't be evil 我不要做邪惡 我怎麼來善待我的供應商 怎麼善待我的客戶 剛才有提到說 今天 請問Seven做了一個自己品牌 你覺得他做這個水 是網道還是不網道 他和他的供應商在競爭喔 他佔有優勢喔 佔有優勢 如果他的收益 或者是他賣了 或者是他這個優勢 是以利益的方式 那我就可以了 我講得非常好 因為他提供這個東西 除了利益之外 其實他想說 我給客戶多一個選擇 有些人不是那麼經濟富裕 他會覺得一瓶水差兩塊錢 是重要的 我可以滿足這些人 我是以客戶為優勢 在整個市場訓言裡面 有人喜歡買Perry-A 因為我喝起來很French 對不對 有人說 我就是要買Yuin 所以客戶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他這一點 在我看 並沒有所謂的不網道 他只是從客戶的立場去思考 為客戶做第一優先 客戶永遠是第一優先 這是我個人的觀念 沒有絕對的對談錯 好 以上今天的廣告 謝謝